12號的提醒是 颱風疲 氣溫逐漸上升 氣象鼠分析結果顯示 會造成颱風 數量減少 但是強度跟降雨量都會增強 那麼請問 造成台灣死傷最為嚴重的颱風 是下列哪一個 1 象神颱風 2 賀伯颱風 3 莫拉克颱風 象神賀伯莫拉克 我可以給你一個稍微的提點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家就是被一個大颱風 吹到整個都是水 然後我在馬路上 全部淹水淹到 我跟我弟弟在馬路上游泳 我那時候 最有趣的是 我記得鄰居的大門 被颱風吹到了 大門是木板的 我跟我弟就坐在木板上玩伐船 所以我要給你什麼提示 那個颱風 是民國68年的 賀伯颱風 所以我給你這個提示是 都跟賀有關係 而且其實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記得 颱風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很奇妙 很喜歡看颱風過後隔天的災情 那時候我們家 要去看災情的時候 我記得家裡面把那個車門 好像就是沒有關好 沒關好 對 沒關好 就上車的時候 沒有車門 車門被吹走 門 怎麼不見了 天啊 那個颱風最嚴重的 應該是賀伯颱風 我記得 應該是 我自己不這樣想 因為我在我的腦子的印象深刻 是莫拉克 鄧琦妳以為這是大家輪流打是不是 妳該拿叉叉牌 我提供意見 提供意見 我覺得是莫拉克 妳就相信我一次 真的 颱風真的太多了 對 但是妳可能就是會有一點點的印象 老實說 妳看 看妳要堅持妳自己 還是要參考前輩的意見 上神跟賀伯 我跟妳講 我 對 莫拉克 妳連聽都沒聽過 真的 我也沒有聽過 這也太誇張了吧 真的 準備好了嗎 妳有答案了嗎 請作答 莫拉克 她最後還是聽了張文綺的意見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難得失了 是不是 恭喜答對 你知道有時候 想法 答案 就要想到 妳覺得好像不太可能 但它就是有可能 妳要謝謝張文綺